10月29日 河南省汝南县梁柱镇派出所所长王银鹏 酒后驾驶警车 在县汽车站附近失控撞人 造成了5人死亡 3人受伤 刚才说到 这汝南县梁柱镇派出所所长王银鹏 开着警车 撞到梁柱镇 两根电线杆 撞死5个人 撞死3个人 怎么一下撞死这么多人 死的这5个人里头 有3人是一家人 母亲 儿子 儿媳 撞伤的那3个 现在还在医院里 就说其实他撞的这撞死的 5死3伤是一波 这几个人是一波 本来是一行9人 都是当地汝南县的农民 他们当时正干嘛 他们准备坐长途车 去浙江打工 到人家浙江那边食品厂给人包橘子 要是手快的话 一个月能挣1800 这出去打工的 那么等车 他们就坐在路灯杆底下等 这9个农民带队的是一老头 怎么就撞了8个呢 老头在等车的时候 老头去打电话 叫这个长途车 老头这刚一离开 王阴鹏的警车呼啸而来 光一下子把这8个一起给撞 5死3伤 在医院里逐渐醒来的两个受伤了的农民 回忆当时的景况 什么都不记得 说是一片空白 本来在路灯杆底下等车 一睁眼怎么在医院 当时这没有意识 那天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者找到一个愿意说的 就附近的店主 他说他看见了 他说当时只见这辆肇事的警车 由南向北而来 靠近十字路口的时候 突然失控 在人群当中 来了一来回 哗家伙转了一圈 撞倒一大片人 撞倒两根电线杆 这车才停下来 说然后警察来了 有目击者反应 说警察来了之后 看看这个情况 好像模样 像是当头的那警察 先打了一个电话 目击者推测 这个电话可能是汇报情况 然后就见他 又打了一个电话 那么目击者推测 这个电话可能是给火葬场打的电话 因为不到十分钟 火葬场来了两辆车 一大一小两辆车 来了就要拉人 拉这个尸体 这个围观的群众就急了 说这是干嘛 警察是说了 拉人去火葬 这下子 周围看的人 急了 说你还没弄清楚 你就把人 拉去火葬了 能这么着吗 那么据说 几百个群众 这个愤怒了 在现场 砸车 不但砸了这个撞人的警车 也砸了这个火葬场的两辆车 也砸了现场的另两辆车 砸了之后 又把车都给掀 掀翻了 当然 我必须说 这只是来自于记者走访的 这个声称目击者的这个陈述 警方当时到底有没有到现场 然后是不是没有经过这个现场的勘验 就把人拉去火葬 这个细节官方并没有认定 所以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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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 目击者的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是事实 或者完全是事实 官方消息称 王因鹏被认定为酒驾而非罪驾 目前他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公安机关逮捕 这个记者自然就去挖人物背景了 说这个王因鹏他家住在汝南县城 妻子下岗家庭条件一般他本人的酒量不行 他是一个月前才从别的派出所调到这个梁柱镇这个派出所这当所长的 那么调离的时候他跟以前派出所的那个同事们 这这个喝一回吗 当时就有人反应说他喝一小杯白酒就醉的不行了 但这个人呢平常基本上都是不喝酒的 有这个情况 那么网上也有一个人声称他就是王因鹏的邻居 他替王因鹏说话 他说王警官绝不像你们网上骂的那样实恶不赦 相反他是一位待人和善的优秀的警察 甚至这邻居还说他是我们这条街的骄傲 这个邻居是真是假 不知道 也有人评论说呢 其实这个事跟王因鹏平常是不是好警察也没有关系 那么跟什么有关系呢 咱们想想看 公安部网站10月30日发布消息称 已判出工作组赶赴汝南 对警察王因鹏酒驾肇事一案展开督查 当地官方在回应该案时表示 仍在调查之中 文靠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 明人面对面 自然是浅听 下回分解 也就忍有能力 是